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微地晃了晃 很快又不动了 胸口随着呼吸小小地上下起伏着 可爱地让人心颤 狼王鸡叹了一口气 不可能这个时候强行将人叫醒 本来奥米嘎一晚也没睡 一定是累极了 狼王鸡也想搂着奥米嘎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等他醒来再跟他好好地沟通 他们已经亲密了 甚至狼王鸡在情男自控的时候没忍住标记了他 那么以后就要好好在一起了 可是 刚刚悄悄打开电视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是早上七点多了 而九点钟他还有一个面试 再不走一定要迟 狼王鸡狠狠心 不再看人 转身在床头柜上拿起酒店为客人准备的笔和信件值 扭亮床头灯 他写 我是蓝湛 我有急事 先走了 醒来后请联系我 电话 我喜欢你 会对你负责 写完了 像考试时检查答案一样 狼王鸡又看了一遍 然后才郑重地将纸放在床头柜 整齐叠织的衣服上 还暗了暗 叫着床头灯的光亮 又看了一会儿梦中人好看的侧眼 狼王鸡打开门出去 如果面试够顺利 他也许还赶得及在奥米加醒前回来 想到这一点 他几乎是步履如飞的往为飞跑 作为一个吃饱喝足的Alfred 狼王鸡简直神清气爽 精神的不得了 从此 他就是有奥米加的人了 坐在出租车上 看出生的太阳在树梢上跳跃着金光 狼王鸡扬起嘴角 淡点没去想即将面对的面试 脑子里满满的只有奥米加可爱的模样 是第一次喜欢人 奥米加明显也是第一次 尽管事前极尽挑逗 可是真正做的时候 声色的狼王鸡都不忍心了 而他自己也没有经验 有点手腕脚乱 可是 好在两个人的信息素契合度完美 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润滑剂 狼王鸡才没有在这样高频而长久的情势中将奥米加弄伤 一路都在恍恍惚惚地回味 到了家门口 看着门上贴着有叔父亲自写着的符字 狼王鸡的脑子才回到现实 他打开门 门里 叔父与兄长都在 叔父坐在沙发正中 满脸的沉郁 兄长已经迎了上来 王鸡 你总算回来了 昨晚你去哪儿了 电话也打不通 叔父急得要报警 呃 我没事 手机坏了 狼王鸡低声道 手机坏了 蓝西沉满眼的疑惑 蓝启仁沉着脸没有说话 蓝旺鸡走过去 叔父 对不起 让您担心了 我的错 蓝启仁哼了一声 冷冷地看着他 似乎在等一个答案 可是 要怎么解释这一切呢 如果不是蓝旺鸡很肯定地知道自己一直很清醒 如果不是背上还时不时传来一点点灼热感 昨晚被奥米嘎挠了好多下 狼王鸡也不会相信 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当然 不是419 狼王鸡不是不负责的人 他已经确定 他将是他以后共度一生的奥米嘎 低头站在叔父面前 两手垂在身侧 态度千功 却并没有半分想要解释的意思 蓝旗鸡了解自己的弟弟 他若是不想说的话 谁也逼不出来 但是他绝不说假话 眼看就要陷入僵局 蓝旗鸡主动上前打哈哈 八点半了 忘记 你申请的学校不是九点开始 视频面是吗 我赶紧准备一下